高氏部落深度旅遊 從祈福過火開始 去除晦氣 讓遊客在過程中都能平安 在日治時期 高氏部落是牡丹鄉的行政中心 這裡設有公學校 住在所及神社 加上在地排灣族文化 呈現多元豐富的樣貌 藉此推出不同的旅遊行程 民國一百年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陸陸續續 想要推廣一些生態的旅遊 我們最早推廣的就是婚禮體驗 可以體驗就是我剛剛講的 會有二十個人必須要玩 因為會有很多的假裝什麼的 雙方父母 還有古道跟神社 近幾年高氏部落與屏東科技大學 及林務局合作發展零下經濟 包含端木香菇 養雞 養蜂 從中延伸不少DIY體驗 像是用蜂蠟製作護唇膏 高氏部落 增殖端木香菇已經有六十年的歷史 那過去因為我們就是幾乎都是使用單一樹種 所以後來就有造成環境的一個破壞 那我們近幾年就是有跟那個 林務局合作發展零下經濟的部分 所以我們現在部落大概是有用六種的 就是可以種植端木香菇的樹種 高氏部落在社區營造競賽中屢屢獲獎 目前有十六位青年參與社區工作 他們期待透過產業穩定成長出鏡下 未來還會有更多青年回向發展 雲西文八浪屏東牡丹成不道